我認為最常見的原因就是出在這裡 對自己太好了 選擇重量太輕 而且沒有做到真正的理解 大家好我是史考特 歡迎收看一分鐘健身教室 許多朋友花了大量時間在健身房裡訓練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卻看不到自己期望的成果出現 或許剛開始的三個月啊半年啊 身形漸漸的結實 但很快就遇到撞牆期 再也無法增加肌肉量 問題啊到底出在哪裡啊 是遺傳的限制還是蛋白質不夠 還是運動的選擇不對 原來答案很簡單 是訓練強度的不足 2022年發表於運動醫學期刊的研究顯示 當訓練者被要求自己選擇一個訓練重量時 多數人會選擇1RM的53% 我們以小史來舉例 他蹲距的最佳成績是100公斤蹲一下 那麼小史被要求自己選擇一個訓練重量時 會選擇53公斤 大家可能知道對於一個蹲距100公斤的人來說 60公斤以下都算是低強度的訓練 但是重量低就錯了嗎? 那倒也不是啦 根據過往的研究啊 只要組數相同 而且每一組都做到接近力竭 即使是低強度的重量訓練 仍然可以達成增肌效果 但這一段敘述的重點在於 接近力竭 像53公斤這樣的重量啊 應該要可以做個15-20下 積耐力好的人 甚至可以拼個25-30下 但實際上呢 訓練者平均只做了10下 就把重量給放下了 意思是小史離真正的力竭還差了10下 這樣子的訓練強度是不理想的 不會說完全沒有用啦 但是絕對不會練到很壯 簡單來說就是大家對自己太好了 明明可以做20下的重量 卻只做了10下就想要休息 明明可以蹲80公斤8下的 卻選擇只蹲了50公斤8下 訓練強度不足 產生的肌肥大 刺激也不足 所以才練不壯 令我感到驚奇的是啊 即使是已經訓練好幾年的人們 依然會放下一樣的錯誤哦 訓練新手平均重量選擇是ERM的52% 但老鳥也不過是ERM的54%而已 研究發現不管是男女老幼 新手或者是老鳥 普遍都有訓練強度不足的問題 各位觀眾是否有這樣的困擾啊 每週去健身房練個至少兩三次 已經好幾年了哦 體態上卻沒有任何變化 舉的重量也沒有任何進步 叫人好挫折哦 我認為最常見的原因就是出在這裡 對自己太好了 選擇重量太輕 而且沒有做到真正的力竭 其實在我自己身上啊 我有觀察到一樣的現象哦 練久了之後總是會有一點疲乏 選擇一個比較輕的重量練 做的次數也越來越少哦 未必都有接近力竭 難怪進步的幅度越來越慢 因此我也發展出一道辦法 分享給大家參考 我的手機運動APP裡面 有記錄每一種動作 我的最佳成績記錄 我強烈建議各位壯訓的朋友 要詳細記錄自己的最佳訓練成績 這個對於了解自己的進步狀況 以及避免被懶惰蟲打敗 非常有幫助 每一次運動之前 我會在心裡盤算一下 今天要蹲多少重量 我推多少重量 然後我看一下手機裡啊 這個重量 我的最佳成績在哪裡啊 我會要求自己至少要做到最佳成績的減三下 也就是130公斤 如果我能蹲八下 那麼會要求自己蹲不能少於五下 通常來說 不管當天的狀況再怎麼糟 減三下依然是能夠輕鬆做到的 如果狀況好的時候 拼個減兩下或減一下也是很合理的 如果有一陣子表現都明顯比較好 我才會嘗試去突破原本的最佳記錄 如此我就能避免自己長期訓練強度不足 而落入停滯的陷阱中 如果你是重訓初學者 我強烈建議 在教練的監督下 以及安全的環境訓練之下 來測試一下自己的最佳成績 體驗過真正歷節的感受 測試一下自己的極限在哪裡 你才知道原來平常的訓練強度是不足夠的 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別忘了幫我訂閱跟按讚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感覺一下 我們請教練